大家好,這個影片主要是關於Reverse Chaining Rule of Integration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它是牽涉到Integration of Compositive Function 首先我們會考慮Integrate FGX 的物體 外殼是F,裡面的功能是G 而這個Integration 裡面還有G' G'即是Derivative of Inner Function 然後還有Dx在後面 如果看到這一類的格式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藍色的部分 G'xDx 直接變成D整個Gx 這樣做的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你知道它的DGx 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找回FGx 的Integrate 之後出來的結果是甚麼 你可以說是跟Chain Rule 好像 不過我們就勉強了 Let U 等於 Gx 的過程 我們看看以下的例子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Reverse Chaining Rule 是怎樣用的 第一條,我要找一個Integral of Psi 3 次方 Theta Cositive Theta Cositive Theta D Theta 你可以直接去看 這個Cositive Theta D Theta 其實你可以想像成為甚麼呢? 就是究竟這些甚麼會出回Cositive Theta 你會先做心算的 OK 原來就是Dsine Theta Respect to Theta 就會出回Cositive Theta 所以你可以直接寫 原來Dsine Theta 可以寫作Cositive Theta 即是藍色的一塊 你可以直接寫成 Dsine Theta Dsine Theta 這樣寫的好處是甚麼? 你看看 Dsine Theta Dsine Theta 而這裡就是Sine Theta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Integration of Power Rule 就變成 sin 4 次方 theta over 4 然後再加一個 constant c 我們就比較一下用回原本我們之前學的 u substitution 一般 u substitution 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 let u 等於 sin theta 所以 du 就會是 cos theta d theta 這裡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到 所謂的 cos theta d theta 即變成 du 因此就可以直接寫原本的 function 變成 u 3 次方 後面藍色的位置直接變 du 所以就同樣用回 power root of integration 變成 u 4 次方 除 4 再加 c 而這裡記得將 u 變成 sin theta 那你會看到如果我們用回第一個方法 就是用 reverse train rule 的 concept 去找 integration 是會快很多的 你就不需要下一個 u 出來 去想回 du 是什麼 然後最後又要塞回那個 function 到 u 中 好 我們嘗試做多幾條例子 第二條 譬如現在我們考慮那個 integration e x 乘回 1 加 e x 的 3 次方 dx 我們就用回 reverse chain rule of integration 的概念 你可以估計到的 這個 1 加 e x 的 3 次方 理論上就不要動它 先將它寫在前面 然後把 EX 和 DX 拍在一起寫 好 接著我們就想一下 最理想你當然是將它變成 1 加 EX 的東西 好 哪個位要變成 1 加 EX 呢 藍色的位置可以做手腳 你希望另一邊出到 EX 和 DX OK EX DX 是等於 D 某個東西出來的產品來的 那你想吧 如果就這樣寫 EX 的話 跟紫色的東西比較就差一點 所以這裏我們就聰明地加一個 constant 給它 1 可不可以呢 你發覺可以的 你 DEX 次方加 1 它一樣會出到 EX 乘 DX 那這個 1 只是一個 constant 來的 所以 D 了之後 是變成 0 的 可以嗎 因此我們就把藍色的 EX DX 呢 好 接著你會發現到 這裏就是紫色的位置 而你眼中可以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 INTEGRATE 紫色那堆東西的 3 次方 後面就是 D 那個 WEARIABLE 就是紫色那堆東西 那出來便會變成 紫色那堆東西的 4 次方 除 4 再加上 constant C 那這樣便直接已經要做完 那便會比起用 U method 就快很多 重點就是 你能不能夠快速地觀察到 哪些是要組合在一起 試試第三條 譬如 INTEGRATE X 變成 X² 加 4 的 5 次方 DX 好了 這一個又怎樣做呢 又是啦 一般來說 看到這個紅色比較大抽的 某個東西的 5 次方 我們把它放在前面 藍色這個 放在後面 放在後面 然後你就重點看著紫色這塊 你希望藍色那堆東西 變成有這堆紫色的東西出現 所以你就在草那裡想 或者你心算 D 什麼會出到 X 乘 DX 的呢 這次要點功夫 你會發現到 藍色的 X 呢 你可以考慮就是 X 的一次方 那就是它之前呢 一定是 X 的 2 次方的東西 因為 D 完之後要變回 X 的一次方 所以你反過來想 之前一定是 X 的 2 次方的東西 好了 好了 但是你再細心想想 如果 D 的 X 的的話 應該出回 2 的 X 行不行 但是它這裏沒有 2 所以你就要這裏 補回 2 分 1 給它 就和 2 解除了它 然後你會再看 咦 有一個加 4 那你就在原本的位置加 4 在這裏 4 是 constant 來的 所以你 D 了它之後 會變成 0 因此你就會看到 原來 X 的 X 的位置 可以寫作 2 分 1 D X 的 2 加 4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裏 X 的 5 次方 照寫 後面呢 就 2 分 1 D X 的 2 分 1 D X 的 2 分 1 D X 的 2 分 1 加 4 啦 咦 紫色的東西是一樣的 在你眼中去看 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 Integrate 紫色這東西的 5 次方 然後這個 Wearable 就是紫色這東西 所以你就會出到那個答案 就會是 這東西的 6 次方 除 6 但是記得 加上 2 分 1 響到 加上 C 所以這裏 2 乘 6 即是 12 啦 這個呢 就是 最終答案 所以啦 這裏顯示了幾條的 Reverse Train Rule of Integration 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能夠熟用 我們再做多幾條的連接 例如這條 我要 Integrate 這個 我們再做一下 我們來考慮這個 Integration 那我們可以怎樣入手呢 你看到墳墨這一個 那麼複雜呢 我們便把他放在一旁 我們反而就集中考慮T加2乘DT 这一块,我们就去考虑,究竟这个t加2乘dt,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一些和t2加4加3的东西出来呢? 我们试一想,究竟d这些什么会出到t加2乘dt? 当然了,你就会想,放一个紫色的东西进去,t2加4t加3,对不对? 但你放这东西进去之后,你就会想,这个t2加4t加3,你会出到2t加4 但是,和t加2是相差一点的,不要紧要,你抽个2出来,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是说,多了两倍,你也要乘回2分1给它 即是说,t加2乘dt,其实可以写到2分1乘dt2加4t加3 因此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将这个坟墓的照写 然后,坟子的堆东西就会变成 我们将2分1可以这样写出来 然后,d,t2加4t加3 好,大家看到了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紫色 然后,功能就是1 over 开方,紫色的东西 所以你的视角应该就是indegrate 份部有个开方,紫色的物体 这个wearable是紫色的东西 份子有个d,紫色的东西 当然,不要忘记它的2分1 所以你考虑这个integral 下一步就会变成 蓝色的2分1 成什么呢? 就是本身将1 over 开方,紫色的东西 就变成 t2加4t加3 本身是负2分之1次方 你要去加1 分母又是负2分之1 加1 再加1个constance c 最后就做这个选择 红色的这个 负2分1加1 就是2分1 跟这个2分1 约走 另外 这个次方 负2分1加1 就是正2分1 所以你可以直接变成 开方 t2加4t加3 再加1个constance c 之外 这个integration的答案 就是开方t2加4t加3 再加4 c 好,试试第五条 我们试试考虑这个 integrate 1 over x log x dx 这个就麻烦一点 因为本身份母又有个x 和又有个log x 那么我们应该考虑 将哪一个和dx 粘在一起呢? 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用回Defrenciation 的公式 就是如果我们Defrenciate log x 的话 会等于1 over x dx 的 因此 我们就考虑到 将1 over x 和dx 粘在一起 所以就会变成 1 over log x 蓝色就会变成 d log x 所以你会看到 分母有个紫色 这个 这个又是紫色 你的视角就会变成什么? integrate 1 over 紫色这个variable 接着又是d 紫色 这样 加色就会变成这样 那你何过 如果你integrate 1 over u du 变成lock u 这个也是一样 就直接变成Log absolute value 紫色这个东西 再加C 那紫色这个东西是什么? 又是Log x 所以答案就是Log x 再加C 当然 有和我深水清的 就觉得 x 都要这样动多两动 没问题 这样写也可以 那这条呢 就要做完 好 那接着试试下一条 就是考虑 tangent x dx 这一条怎么做呢? 因为它本身只有tangent 你又没有理由直接连在dx 你什么都想不到 所以你唯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变成 sine x 除够sine x 好了 如果你直接把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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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会想 如果是sine x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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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一個負 D 紫色 又是你當是負 D U over D U 當然會變成Lock U 這裏都一樣,答案就會變成 Lock cos X 不要忘記有個負的 Cos X 就是紫色這個東西 這樣便完成了 這裏你會發現,只要把適合的功能拍到DXD 便可以成功運用到Reverse Chain Rule 然後把Integration容易運出來 再做幾條題目 例如這條 例如這條 如果遇到這類題目 你會發現,只有開方 4X 加 3 而已 那有甚麼方法呢? 可以找一個功能貼在DXD 有時我們可以考慮得簡單一點 最大的障礙就是開方筋內是4X 加 3 OK 所以你就想 究竟 D 甚麼 會出到直接有DXD 而裏面要放4X 加 3 應該會出到4XD 但我只是想搞DX 只是想整理DX 做Subject 所以你便可以把那個4 丟到旁邊 除掉它,變成四分之一 所以今天就獨立考慮DX 就這樣藍色DX 原來就可以變成四分之一 DXD 4X加 3 紫色這塊就是這個Wariable 而你的腦內便在考慮開方 紫色這塊 D 紫色 即開方U D U 就用回Power Rule 直接就變成四分之一 然後乘回 紫色這塊的二分之一 再加三 一 Over 這裡 又是 二分之一再加一 把四分之一寫好一點 再加C 好 接著你剩下的就是考慮這塊的東西 如何選擇 就變成四分之一 乘回2 over 3 再乘回4X加3 3 over 2 次方 加C 最後答案 就會得到六分之一 4X加3 3 over 2 次方 再加C 所以你會見到 有時未必找到一些功能 黏在DX上 通常這些情況 如果DX自己獨立一個 你就直接把它 考慮一個Linear Function 行不行 甚麼是考慮一個Linear Function 今次你D 4X加3 它自然會出回DX 我們只需要把那個4 第1個墳墓 除了它 去Cancel 那個4 就可以了 好了 試試這條 考慮一個Linear Function 這裏 都很明顯 你會把這個 CosX 和DX 拍在一起 那你便要想 甚麼呢 就是Dsine X 原來就會出到 CosX DX 所以這個 就直接變成 Esine X 後面就是Dsine X 你會見到 這裏 是一樣的 所以 這個視角 就是E的 紫色這個 Variable 然後D 紫色 好了 DU EU DU 就是變回自己 所以這個答案 就是E的 Sine X 次方 再加Consent C 這樣就叫做 做完 好了 做到下一條 如果試試這個 這個怎麼做呢 好了 今次 如果你發現 你直接把 分子 E開方X 拍到DX 這裏 難度就高很多 因爲 又減不到分母 所以 今次 無可避免地 把分母 1 over 開方X 拍到DX 所以 你想 要出到 1 over開方X DX 究竟 要是D 甚麼呢 沒錯 就是開方X 因爲 開方X 就代表X 2分之1 次方 你 differentiate之後 次方 要減1 就變成 負2分之1 次方 出來了 還有一個 2分之1 這就是 power root of integration 所以 如果你differentiate開方X 的話 理論上 你應該出到 有個2 在乎乎乎乎乎乎乎 因爲 我們只想要一個開方X 和一個DX 所以 我們便會把 這個2 搬上來 因此 整條就變成 E開方X 乘2 200 然後 D開方X 開始 大家已經做熟了 這個就是 這個 就是EU DU 所以 就臨時出到 2 E開方X 再加上 C 這樣 就 完成了 這招 是不是 是否 時常都可以做的呢 未必 例如 有個 這樣的 integration X 開方X 減1 DX 假設這樣 你今次發現到了 無論 你縮這個開方X-1 進去也好 或者縮這個X 進去也好 都 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方法 是可以 容易一點去 去Integrate 這個功能的 所以 這一招 Reverse Chain Rule 並不是 事事都 Work OK 這些時候 沒有辦法了 你就唯有用回 最傳統的方法 Led u 等於 X-1 一直做下去 行不行 好 谢谢大家